人仔细细主持 来来 有一天早上 小熊在森林里散步 森林的景色和平常一样 没有什么改变 哎呀 每天看来看去 都是一样的风景 真无聊 不能有一点点变化吗 小熊拿了一些颜料和刷子 努力的在大树上作画 他得意的说 给大树涂上颜色 看上去一定会很好看哦 红的红 黄的黄 绿的绿 蓝的蓝 随心所欲 好好玩呢 哈哈 这时候 忽然下起了大雨 天呐 下大雨了 我要赶快躲起来 小熊 小熊急忙扔下了刷子 飞快地跑进了一间茅草屋 过了一会儿 他听见屋外有说话的声音 哎呀 小绿娘 你看看我头发好脏哦 小狗 别提了 我也是 浑身黏乎乎的 好不舒服啊 暴雨终于停了 小熊在房子里 听见外面说话的人越来越多 声音也越来越大 忙探出头来 只见小白兔掐着腰生气地说 哎呀 气死我了 谁把大树涂上了颜色 我在树下躲雨 竟然变成了一只大花兔 愁死了 谁这么淘气啊 小熊知道小兔满愿的人 就是自己心香 不就是身上被涂了点颜色吗 至于这么生气吗 小熊没理会小白兔的话 顺着山坡跑走了 他无意中 看到山上从树上冲下来的颜色 不停地流进小河里 小河被转成彩色了 他高兴地手舞足道 大喊道 哇 刚才还只是大树被我刷上了颜色 现在下雨了 想不到河水也被我染上漂亮的颜色了 好开心 好开心呢 突然 小熊听见远处 有只鸭子在哇哇大哭 它急忙跑过去询问 小鸭子 小鸭子 你为什么哭啊 难道是找不到妈妈了吗 才不是呢 我们本来在水中喝水 可是水变了颜色 味道怪怪的 你看 我才喝了几口 我漂亮的嘴巴就变色了 我是不是中毒了 我会不会快要死了 不久 河水流入大海 不但海浪变了颜色 连海鸥的羽毛也沾满了颜料 小熊终于发现自己惹了大麻烦 糟糕 我好像做错事了 深海里面 慌慌张张的大鱼小鱼 正在讨论如何保护海洋 海豚说 我们利用海草 做成一道围栏去挡住颜料吧 好好好 大家都非常赞同 小熊也跑回去拿水桶和勺子 想把所有颜料都捞起来 它不停地捞着 捞着 终于大海渐渐变回人来的颜色了 这时候 动物们全都跑过来 生气地说 都是你 把我们弄成这个样子 你要想办法 对 对不起 我错了 请你们原谅我吧 小熊一片道歉 一片把水抱进桶子里 他人生地刷刷刷 把每一只动物都刷洗干净 大家总算变回原来的样子了 不久 天空出现了一道彩虹 每一棵大树的叶子都闪闪发亮 非常美丽 小熊说 大海 天空 森林 花朵 各有各的颜色 我现在觉得 还是自然的颜色 最漂亮呢 小朋友们 在生活中 我们做事情时 应该尽量考虑到别人的立场 友好的对待朋友 在做错的时候 你要勇于认错并改过 就像故事中的小熊一样 知错能改 相信大家居然会原谅并喜欢他的 参加路饰演旁白 谢相胜饰演小熊 张子芮 赵嘉义 饰演小动物们 顺德联谊总会和日冬小学 哇 变色了 全剧玩 刚才听完这个 是初小他们所讲的故事 哇 变色了 MISS 变成了什么呢 他们 首先呢 在我们点评之前呢 我们要先称赞一下 这个小鸭子 这个小鸭子这个角色 表现得特别好 很可爱 对 他的声音化妆 画得特别好 所以我们基本上 可以看到一个很可爱的小鸭子 他在那说话了 其实每次听故事的时候 不知道三级旁边 你听的时候 如果他的角色 表现得特别是 很入言入格的话 其实你会 就由我爸爸幻想 这些图画出来 对 有整个画面 整个小鸭子的画面就出来了 就好像我们之前 讲过一个小猴子 那个角色 对不对 你好爱过猴子 对 我到现在我还记得 对吗 那么今天呢 要讲的就是 这个小鸭子呢 他也是给我留下了 很深刻的印象 那么另外呢 在图字方面 我们要这样讲 有一些错误 第一个 拿起什么东西的那个拿字 拿字 对了 这个拿字呢 他的小朋友读的时候呢 那个声调搞错了 对 他讲的是拿 他说到拿就不对了 要拿起什么 拿 小朋友读了第几声 他读了第三声 第三声 对 但是原先应该是正确是发音 读第二声 哦 第二声和第三声 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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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另外呢 就是山坡的坡 是 山坡的坡呢 他读成山坡 哦 对 这个呢 也是一个很常见的一个错误 对 大部分呢 比如说 我们说 新加坡 那也是 你没注意的话 新加坡了 对吧 哦 要注意一下这个字 还有一个心字 高兴的性字 那就后边不到位了 后边不到位 耳化音方面有点问题 我们好好玩 那这个玩字 没有耳化音了 要好好玩 哦 啊 涂了一点什么东西 涂了 涂了点颜色啊 什么的 涂了点耳 要加个耳化音 点儿 嗯 少了耳化音 是 那么 还有一个呢 就是轻声方面了 一个很漂亮 那就不行了 很漂亮 为什么这些轻声这么重要呢 轻声的词语呢 是这样表现的 它是有分词意和词性 有些词语呢 它是必读轻声 有些词语呢 是两可的 哦 OK 没得解释 为什么要必读的吧 什么事 没有的 必读的就是必读的 一定要必读 对不起 对不起 我一直试一下 对不起 比个例子 你看到 我看到李莉姐姐 李莉姐姐 你今天真漂亮 多谢 就不是 我很漂亮 你很漂亮 不是这样说 很漂亮的话 感觉你很亮嘛 但小朋友呢 会不会其实呢 不是很知道 其实这些要轻声呢 因为我经常觉得 小朋友呢 好像会每一个字 都会读出来 一个个字 很清楚 所以呢 这个呢 就要看他的老师了 如果他的老师呢 平时在教的过程当中 很注意告诉 这个要读 漂亮 不需要告诉他 什么原因 你直接的读出来 漂亮就是漂亮 那么孩子的脑袋 就是很简单 这个词语 要漂亮就是漂亮 要喜欢就是喜欢 对不对 就是他会记得的了 他就自然记得了 你不要刻意的 去告诉他 记住 这个都漂亮 很辛苦 想了一样 好 Mr.Jung有些什么 要改善地方呢 OK 大概就这样了 这个 OK 好 今天呢 就是听了 两个主要别的朋友 真的有好有不好的 记得 比如好像漂亮 这个两子 要轻声 要记住这件事 因为说真的 每一个比赛都是 一定是有好有不好的 所以大家要记住 今天谢谢梁老师 我们下一次又听听 有没有一些角色 你是很记得很记得他们的 那我们下次再见 梁老师 OK 拜拜 人仔细细 以上环节 由香港中华文化发展联合会 带给你 he优优 感谢观看